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又出现了超过200点的一个大跌 那我们看到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老盘开低之后就一路向下压低 盘中一度还大跌269点来到16601 你看差一点点这个16600点的关卡 加上7月7号当天的低点 15993就差一点要被跌破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最重要的今天怎么样 加权指数破了季先 前面几天都还有称呼 那今天破了季先 那当然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跟各位提到 基本上今天它会面临到怎么样 面临到多空的一个表态 要不你就站上五日线 因为我们说过今天五日线跟季先会交汇 要不你就站上五日线上去 你要不就跌破季先 那很可惜的 我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今天直接灌破的季先 那当然在今天灌破的季先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长黑 我看今天盘面 风方的氛围 十分的一个高涨 很多人说 这里是走空了 又怎么样 尤其是AI族群 今天领跌的坦白讲 它就是AI族群 包含什么广达 有没有 打到跌停 什么技嘉 那打到跌停 那我说 当然最弱势的是AI族群 尤其这三档股票 当然难免又引发了怎么样 市场一入喊打 现在你看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 AI族群 还是大家追捧的一个对象 结果现在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那是不是它真的变成过街老鼠的 不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从原本的云端 现在掉到了谷底吗 衰落神坛吗 好 这个部分 我们稍后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先来看 今天很多人说大盘破的季线不得了了 这往下又怎么样 怎么样都要走空了 我就要请问各位 当然今天破季线是事实 对不对 今天破季线是事实 但是我要请问各位的是季线 季线 现在它是一个往上的均线 尤其现在季线所扣底的位置在哪里 今天因为这个季线扣哪里 扣5月15号了 当时的加权指数在15500点 明天扣5月16号了 那个时候的加权指数在15600点 700点左右了 换句话就在未来的至少三个礼拜之内 如果以对照今天的一个位置 未来三个礼拜季线都是扣底这一段 都是低值了 那聪明的各位你一听 季线扣低值就代表怎么样 在未来的三个礼拜 这条季线它会持续的往上走 但我就请问各位 今天很多人喊 要走入一个什么中空了 要怎么样了 我就请问各位 如果说这是一个空头格局 你有看过空头格局纪线是一路往上走 这样的一个逻辑不是很怪吗 对不对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 破了纪线 整理的时间怎么样 难免要脱长 这绝对好 有必要嘛 你今年涨了多少 对不对 你今年涨了多少 如果你在往前推 对不对 去年在这里 去年在这 去年低点在这里 今年年初的一个位置在这里 现在都涨到这里了 难道不用整理吗 尤其最重要的 有没有看到 这条叫什么 这条叫融资线 你有没有看到融资 我们不要说从低档上来增加多少 来 我们就说 最近这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看大盘从当时的高点 17463点 跌到今天的一个点 算昨天好了 昨天那个低点来到16798 这一跌跌多少 这一跌已经跌了将近700点 这波的修正至少 不含今天 到昨天都已经修正了将近700点 如果你以百分比来看 这一波修正将近4%左右 到昨天还不含今天这一根 可是你看 同一个时间 大盘都跌了4% 跌了将近700点 结果融资还有没有减 没有减 一路增加了融资 在大盘拉回4%的情况 跌了700点情况下 它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什么 还增加了1% 增加了22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融资至少 我们不要说融资要杀到哪里又哪里 毕竟现在还是一个偏多的架构 融资它也是 某种层面来看 它也是一种助长的力量 可是你短线 如果说你融资增加的幅度太快 你的筹码过于凌乱 尤其再加上现在 当冲的每天在那边上下起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融资必然怎么样 就稍微你要做沉淀的 这样的一个必要 所以你至少 你至少你融资 不要再每天增加 你至少也算 大盘跌的4% 你好说歹说 你也至少跌个2%吧 你没跌你还往上涨 那当然大盘就是要整理啊 他就一定要先把 某种程度的融资余额给 怎么样 给杀出来 所以我想今天的一个拉回 目的也在这里 至于说有没有转空 其实盘面本来 行情本来就是多多空空 但是你要现在 至少我们从目前 所掌握到的盘面的一些状况 你要讲现在是空头 我认为怎么样 还言之过早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今天领跌的AI股 我说过现在什么 两个礼拜前 大家还追捧在手心 大家对不对 看到AI就有神快败 对不对 现在变成过街老鼠 有老鼠快打 那才两个礼拜的时间 它基本面真的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两个礼拜前你看好AI 为什么未来大趋势 难道这个大趋势现在不见了吗 那你会说 因为现在怎么样 要公布季报 又再公布七月营收 这AI股 我实在很害怕 公布出来都衰退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我怎么赶报这些股票 对不对 那妙就妙在 两个礼拜前叫好的 现在怎么样 现在全部喊空 甚至要你保守 全部都转方向了 那其实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两个礼拜前你在追股票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告诉你 不要追 大家都在追的时候 你就不要跟人家一个方向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但是我是看好AI的 你要拉回找买点 有没有 当时你们都不信 那人都跟你拉来 叫我卖楼卖楼 现在就说下去了 反正现在大家在喊空的时候 我反而要告诉各位 怎么样 机会来了吗 当然机会来了 我没叫你明天马上去买 毕竟 我们就以说今天最弱势的这两党 一个广达 一个技嘉来看 为什么我说 还不用急着明天马上跳下去买 你看嘛 记得还是融资嘛 你看 整个融资近期 在它拉回的过程里面 融资还是不断在增加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使你看好 基本面趋势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短线的筹码面 你就有沉淀整理的必要 更何况这些股票 不要说什么啦 短线上面 短线上面 不要说从低档上来啦 你短线光是从这里到这里 至少都涨了一倍以上啦 技嘉也都是啦 对不对 都也都是涨了一倍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涨了一倍的股票 短短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涨一倍 它不用整理嘛 你只要想这个逻辑就好 我就再强势的趋势 再会涨的股票 再会喷的标的 那我就每天在噴的啦 你总是喝杯水喘口气吧 现在就是要他们喝杯水喘口气的时候 那至于 你要跟我讲说 七月营收啦 什么现在公布出来的季报 好像都不怎么样 本来就不怎么样啊 我只问各位 你AI 你当时看好它的理由在哪里 因为今年是AI元年 在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之下 尤其真正的爆发点 从下半年一直延续到明年 甚至于后年 对不对 这是你当时在追逐这些AI股 你们所看的一个方向 那这些有没有改变 我问你啊 有没有改变吗 没有嘛 好 那重点来了 我刚讲 你看好它从下半年 一直到明年 甚至于后年 那我再请问各位 现在公布的第二季的季报 它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它是四到六月 所以纵使季报 不尽理想 那这本来就与其中的事情嘛 它真正下半年开始才要发酵嘛 它怎么可能会在上半年 就让你看到漂亮的季报呢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 就好比我昨天 我拿伪创跟大家说明一样嘛 你看它那七月营收衰减 为什么衰减 因为它前面一直都一直在关厂嘛 大陆厂 印度厂 它现在都要退出手机市场嘛 那退出手机市场 关了那么多的一个工厂 那当然营收会降下来啊 问题是它为什么要退出手机市场 因为它要把它的重心 全部放在AI上面嘛 那我只问各位啊 手机的毛利高还是AI的毛利高 当然是AI的毛利高嘛 所以我重视我的营收没有上来 可是我的毛利上来了 我昨天也举了广达华硕 跟鸿海去做比较嘛 鸿海营收够大的嘛 六兆多耶 那结果呢 他能够比较多的毛啊 毛三道四 那是有效应 对不对 所以我想既然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你未来看好的 尤其我说过了嘛 现在你看好的这些股票 不管是我们说的技嘉也好啦 广达啦 伟创啦 这些股票订单都排到什么时候 订单都排到明年 那订单都排到明年 我只问各位他会不会出货 都已经订单带手了 他要不要出货啦 那如果要出货的话 下半年会陆陆续续的出货 营收业绩会不会上来 所以你现在在看出 现在季报不好 营收不好 那时机还没到嘛 时间还没到嘛 反倒是这个时候打下来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那是不是一个机会 那是不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现在 我说你还要说高拐也是可以的 现前大家在追AI 我告诉你不要追 现在大家喊打AI 我反而告诉你机会来 好 那你要信他们还是信我 那这个选择权在你 你自己看着办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 这些股票拉回都是早买点 但是记住不是叫你明天去买 因为他整个筹码面的一个状况 你要先让他经过的整理 沉淀换手 重新转强 那才是一个买点 现在先骚汪路灶 好 那在这之前 我说过了 这些都看好哦 但是在这之前 我认为有两档股票 我把它列在先发名单 好 那这两档股票 基本面的部分 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讲了好几遍了 想了解的 可以回到我们前面几天 的一个节目内容 你可以去做一个观察 重点我只告诉各位 你看今天在AI股 全面大跌的过程里面 你看伪创跌得超过半根停板 广达 打到跌停板 技嘉也打到跌停板 有没有 可是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这两档先发名单 在今天早盘 在杀AI的时候 他一度在开盘的时候 也被拖累 被错杀 一度跌的将近7%左右 两档都同样 可是重点 到收盘 你看技嘉还是锁停 掌停还是锁得死死的 广达还是 在跌停的位置 可是 这两档先发名单 过了中场之后 就一路的往上拉高 在收盘的位置 几乎都在平盘附近 你说怎么差呢 为什么会拉到平盘附近 你想 有没有人在买 没有人买 怎么会拉上来 对不对 为什么要买 我讲穿了 就是告诉过你的 AI的方向 并没有任何改变 只不过 这些还在 整理 买点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说这两档 第一个 未接构低 股价太委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只有我看到 市场上一些业内 聪明的资金 他也看到了 所以他们逢低 开始布局 所以 我说过了 最重要的 在AI拉回的过程里面 当大家都不要 我是不是针对这些股票 尤其股价被低估的 被错杀的 反而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是一样想跟我们同步 把握这个机会的 都欢迎投资朋友 赶紧加入到我们的 股市卧病汉 LINE的一个官方账号 那我说过 当有适当的好的标的 好的买点 甚至于盘中有什么重大讯息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在群柱里面 跟大家分享 好的工具 大家要懂得多多利用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